你現在現存有些國防軍居式的設施在裡面 因為有些地方我們不能進去 當天我最好有去 你有進去過 那天不是開放大家進去嗎 但是都把我們帶到那個 沒有帶我們去那個生產砲彈的廠房 你有去嗎 我是有去看 你有去看那個很破舊的生產砲彈的廠房嗎 就是有一個地方只有環評委員可以進去的 那個地方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要蓋的就在那個地方 我們都被帶到那個湖嘛 那個池嘛 不是不是 我們不能進去的地方 環評委員進去的地方 是原來要做學員區 也有人員宿舍的地方 宿舍我們已經沒有 那個地方我們不能進去 其他的地方 我們都跟環評委員一起走的 對 蓋宿舍的地方 其實不是生產砲彈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是一個儲存的地方嗎 儲存我要的地方 對 那個我們已經不做了 不蓋宿舍了 那邊現在是改成那個 改成動物中心 國家動物實驗室 對不對 那個地方我們不能進去 其他的地方我們都過去 所以你有進去廠房嗎 沒有吧 那個更不能去 您是說哪裡啊 我記得我們大家這裡啊 這裡我們都有經過啊 經過 你這裡沒有去啊 有有有 有真的真的 店長在講的是另外一個 你說的跟我們一樣 你這裡沒有去幹嘛 這個廠房 我們跟著這個路 我們那邊跟著 跟著這裡進去 然後再繞過來嘛 對不對 我們那邊是這樣走的 這個車子不能進啊 我們有人走的 我們有走 你有看到這些廠房嗎 對對對 我們有走 我們就是有蓋在這裡啊 主要就蓋在這裡 然後 然後這邊也會蓋 是是是 就是 你現在要用這塊嘛 那那這些 這些 要搬走嘛 那現在這邊是空的嘛 是不是沒有在做嗎 沒有啊 有啊 現在裡面有在做 我不知道 反正不給我們看 這樣這樣 我們是走過去了 走過去 我們不知道廠房裡面在幹嘛 這 這裡 這邊是住宅啊 所以我說這邊離得太近嘛 那這邊 這個要搬走 對不對 對 搬到他們已經 現存的地方嘛 現在在生產的地方 是 還有這塊 這塊也是要搬走的 這邊我們不能進去的地方 對不對 那個要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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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變成 國家的實驗動物中心嘛 這個要搬走 還有這個要搬走 對 那您知道這些 這些既有設備要搬遷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經費 您 那個不多 因為我們也希望國防部利用這個機會把這個設施 再更新嘛 太老舊 然後這個自宏池這個地方我們也是要富裕嘛 對這個變成師弟 所以 這整塊嘛 對那個整塊之後會變成 後面 會變成那個 你這個不是會變成這樣子 對啊 那像這樣 這個現況嘛 對現況是這樣 對對對 那像這樣全部弄起來 我們現在需要投資多少 才可以 才可以開始我們 做我們的房舍 這些先期的作業 喔先期喔 對對對 先期 這個你比較知道嗎 公共工程大概就是六億 六億 把他全部搬走 不是 我們的園區 公共工程 就是那個施地 然後還有必要的道路 必要的設施是六億 光這個就是六億 那他搬走這些國防部要做多少 是有沒有知道這個 他我們會邊預算給他們 可是他們就是就是發包的情況 我不清楚 他們沒有給你們一個數據 說他們這些東西要搬到那裡面去 有啦那個時候有一些 不過那個不多啦 那個比較多的是那個徵收的 徵收 你不是說放在他裡面 他自己裡面 但是你要徵收一個緩衝區啊 我不懂徵收哪裡的緩衝區 他們他們三年說 他們需要徵收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要翻過去 意思說你 你這邊有東西搬到 搬到這裡或者搬到這裡 那他希望 希望這邊有一個緩衝的地方嘛 這些都是保護區嘛 對 他希望能夠徵收一個緩衝 增加安全性 那個就是要徵收 徵收的話就 就要花錢啦 所以還 所以 連上這個這樣一共要多少 為了 為了你們要翻過去 對 國家要花多少 然後我們再建這些設施嘛 都蓋起來 全部221 全部221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蓋的部分先不說 先不說 我蓋的都不算這樣 我們自己蓋起來的房色這些都不算 都還不算 就只算把它的搬過來 把它的搬到 然後他要徵收我們國家納稅 這個國家的這個納稅 醫務人要出來的錢 大概是多少 我們六億他們是三十幾億 他們大概 我們是給他大概三十億的工程費 可是他那個會跟發包金額有關係 三十是上限 對 他其實實際發包以後的金額我們不清 總共再加上後來要蓋的這些 全部加起來220億 那原來 原來通過的預算全部是要給專案研究員 沒有放什麼動物中心或者生計中心 那些都沒有在 那個時候通過的預算是270億 270億 全部給專案研究員 那後來因為 那其他四個地方找不到地方 他們那個時候一直在找地方 然後再徵集經費 所以我們就把專案研究員 目前沒有擊破性的就不做了 就讓其他四個單位也進來 那總共的預算220億 反而減少50億了 然後容納其他四個單位 加上專案研究員 變成新的設計 所以這250億裡面包括要給 220億 220億 包括要給國防部 還有給其他四個單位 全部 不只專案研究員的部分是 我現在就沒有去把它分割了 因為全部就是220億 是是是 國防部還有四個單位都在一起 我是想知道就是說 我們蓋房子的部分 就是那是你所有要做的工程款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只是做一個假設 如果這個房子在別的地方蓋 你也是要這個錢 那那個錢是多少 我們把它分割出來 那其他的是為了這塊地要在這裡 其他人蓋他也要去買土地啊 也要這些都要嘛 所以我說這個整個工程是220億 那你如果讓生技中心 衛生署還有經濟部 還有國科衛去找其他的地 然後去蓋 一定超過這個啦 超過太多了 對 現在沒有地啊 台北沒有地啊 我有一個苦手的想法啦 對 所以我是想 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有四棟房子 六棟房子 四棟房子 那這些房子 他本身的這個 本蓋起來的錢是多少 然後其他的就是 這個要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把它搬遷 然後國防部又要 又要徵收 那這些加起來是多少 這樣 你要把它分得那麼細 對對對 因為那個蓋房子 也包括整理地啊 那一些我們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蓋 光蓋物 我們今天如果說 建築的建委 不是你現在扣除 扣除國防部要的50來億嗎 國防部總共要50幾 國防部要 因為他要搬遷 所以他要50億嘛 不管他50億 是要徵收 然後這個房子要蓋 他要50 對不對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園區裡面 這個要富裕 又是多少錢 就220億 扣上50億左右 有170億左右 就是園區 整個園區 需要大概170億左右 那170億裡面 有沒有包括這個富裕的 都有都有 那能再扣嗎 能再扣這個富裕 這個還沒有西部計劃 沒有西部來 大約估計需要這麼多薪費 是是是是 如果是建築的話 我是想知道光建的 因為你拿著一些書記器 又在那邊炒這些書記 我只是要跟你 我下面 我來之前我想過很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光蓋房子是多少 通常是多少 現在給了你快遞 光蓋房子 應該差不多 八九十億左右 我們算九十億好了 對 然後因為他還有設備的錢 那加進去 就是設備加房子的話 設備加房子就是剛剛170去扣掉那個六億 六億就是整個基礎的設施 對整個基礎的設施就是六億 就是170億減掉90億再減掉六億 其他的 其他的 減掉什麼90億 剛剛說90是房子嘛 對不對 那如果170億減90億就是80億嘛 那80億再減掉基礎的六億就是74億嘛 那74億就是設備的錢 是不是 設備沒有那麼多 好 那 因為我下面我要提一個副手的想法 我來採訪之前我們想過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設備要多少 房子要九十億 那設備要多少 這個再詳細的預算數 沒有沒有 不是那麼詳細 我們只是要知道 這個breakdown 你那個 跟原來的proposal在哪 對 因為 再下來 我有一個解釋 你可以先講 是 那為什麼 你先問那個 因為那個我覺得不重要 好 那我的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台北市